前段时间,南韩女星朴信慧宣布代求嫁给交往四年的男友演员崔泰骏,表示婚礼即将在本月22日以非公开的方式举行。 随着仪式日期的倒数,两人的结婚情帖也随之被喊没公开。 情节显示,两人的婚礼预计在22日上午11点半举行,地点于首尔江东区。 因为两人都是虔诚信徒,因此典礼选在教会举办。 因为韩国疫情持续反复,为了照顾双方的家人,朴信慧和崔泰骏也决定婚礼不公开, 实现自己的亲朋好友出席,预计举办一场朴实小而美的婚礼。 30多岁的著名韩国女演员朴信慧作为韩瑜圈的女神级人物,在一同心身份出道之后就一直备受关注。 尤其是她的个人感情生活,也是各大媒体的焦点。 直到崔泰骏的出现,才让朴信慧找到真正的情感归宿。 2018年,朴信慧被拍到与小一岁男演员崔泰骏一起出入酒店, 两人亲密互动被媒体曝光。 后来经纪公司也毫不掩饰地先后承认两人的恋情。 其实从资料上来看,朴信慧与崔泰骏还是蛮般配的一对。 因为崔泰骏虽然不算是顶流男星,可是在韩国娱乐圈也算是颇有知名度。 他出演过作品《领跑人》、《丑八怪警报》、《妈妈的庭院》、《密心乃》、《奇怪的搭档》等等。 而且两人年龄相仿还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,可以说是门当户对,相当般配。 在他们官宣恋情之后,朴信慧依旧继续着自己的事业,但崔泰骏却很久不见作品,或许也是在全身心陪伴女友吧。 虽说女强男弱和年下男的爱情不被大家看好,但小碧朴信慧也是有自己的抉择。 如今他愿意为崔泰骏生儿育女,并与崔泰骏约定终身,一定也是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。 朴信慧在2015年出演综艺《桑男桑女时》曾透露,梦想就是结婚,想要组成一个像爸爸妈妈般恩爱的家庭。 而崔泰骏则在2016年出演《我们结婚了》透露,小时候经常在想要早点结婚,如今两人也顺利于四年后如愿步入结婚礼堂。 至于到底会有多少艺人参加两人的婚礼呢? 作为娱乐圈的人气王朴信慧,出道近20年的朴信慧,凭借着自然不造作的外貌,加上率直开朗的个性。 曾经合作过的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对他十分欣赏,所以自然也收获不少的密友啦。 2009年,原来是美男大豹,女扮男装的小偶像与傲娇龟毛顶流明星之间的爱情令无数人沉醉。 而且朴信慧还与张根硕的妈妈关系很好,张根硕的母亲曾经表态好享受朴信慧为媳妇的心情。 但是张根硕表示,朴信慧真的就跟亲姐姐一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 合作过《继承者》中,一起扮演恋人的李敏昊也是朴信慧的超级好朋友。 李敏昊曾直言想要等待像车恩上那样的女孩。 所以朴信慧和李忠硕的好感情令人常常误以为他们在热恋。 在《匹诺曹》中,一起饰演恋人的李忠硕也难免与朴信慧传出了恋爱的绯闻。 不过,两个人事实上在2013年就已经一起拍摄过广告,因此本来就是非常亲近的关系。 网络上随便一搜寻就可以长到二人的合照。 二人不仅是工作上的超级搭档,也是超级好朋友。 朴信慧跟BEST的龙俊亨也是圈内的好朋友。 朴信慧在拍摄Doctor的时候,龙俊亨更安排了餐车送到Doctors的拍摄场地支持朴信慧。 这么行动派的贴心举动,连朴信慧也不禁表示, 呜,落泪了,你这个男人真的太帅了。 除了男搭档,朴信慧和女星李圣经也是出了名的好友关系。 在朴信慧拍摄西西福斯神话时,李圣经就曾经贴心送上咖啡车演员。 两人是在2016年拍摄电视剧Doctors时结缘的, 两人在剧中有不少的对手戏,拍完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了好朋友。 除了合作过的搭档,朴信慧和韩国双人团体Rocco Berry的关系也超好, 皮诺曹的OSD就是由他们演唱的。 但Conan、Rocco两人结婚时,朴信慧还去抢了新娘捧花, 而男方崔泰俊,他从2001年初到起,跟池昌旭、李圣经、EXO朴灿烈等人都是好友, 实在也不逞多让,两人还拥有不少共同好友呢。 不知道朴信慧结婚时会不会看到他们出席呢?非常期待了。 总而言之,作为大多数观众心目中的男涵女神,朴信慧能找到自己的幸福, 大家还是祝福大于质疑的,只希望他们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好,相伴到白头。 大家是怎么看待朴信慧与崔泰俊这对夫妇呢?欢迎留言哦!